近日,在宁夏迎川市兴起了一阵市集文化潮流 摊主是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将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炒碗手办、美术作品等摆上货架 享受摆摊的乐趣 不同于街头的市井小摊 复古、文艺、小众是这里的代名词 摆摊成了继开咖啡店、开酒吧、开花店之后 另一个受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我们的市集摊主都是90后、00后这个年龄段的 像我们售卖的东西都是有他们自己做的原创的手工作品 添加我们生活就是品质感的一些东西 但是又比较小众、很难见 李延飞是福星街市集的负责人 三年前,他辞掉了朝九晚五的工作 开始了自己的摆摊生涯 我认为就是稳定不一定就只是稳定 我们觉得就是生活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创造性 而且本来就比较年轻 我们现在干嘛不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马文是一名手作摊主 平日里他白天上班、晚上做手工 在闲暇之余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兜售 既是一种展示又多了一份收入 我摆摊嘛,我觉得是三点原因吧 第一个呢就是自己的一份爱好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想把自己的爱好分享给大家 然后第三点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市集摆摊呢 给自己多一份报酬 王一璇是一名美术摊主 这是他和搭档第二次摆摊 相比于赚钱而言 他更看重市集的艺术氛围 这是我们第二次摆摊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在这里 他们会有很多的年轻人 然后他们有着不同的方向 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主题 然后有着不同的这个作品去给大家展示 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周鹏的摊位在市集的入口 他和另外两名同事组成了乐队 希望通过音乐寻找知音 也希望将动听的旋律送给每一位路过的行人 在集市上呢 其实应该有更多跟我们就是志趣相投的这样的朋友 然后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以前会有因为疫情了好久了 也希望通过音乐能让大家缓解一下 就是平常稍有焦虑的这样的心情 对于大部分年轻摊主来说 摆摊并不是一种谋生手段 而是一次带有浪漫色彩的冒险 是一种年轻人的社交方式 他们希望通过摆摊来兼顾自己的爱好 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对于大部分年轻人的社交方式